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系则依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38条规定定制 第二条,本条例第十条第一项所称主管机关,系指儿童或少年所在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所称主管机关,系指儿童或少年住所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但所在地与住所地不同时,系指所在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本条例第十二条所称主管机关,系指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本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所称主管机关,系指行为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及第二十条第二项、第三项所称主管机关,系指儿童或少年住所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前段所称主管机关,系指犯罪行为人住所或居所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但犯罪行为人住所、居所者、系指犯罪地支支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后段所称辅导教育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条、司法机关为本条例第四章之案件侦查、审判中、或法院为第三章之事件审理、裁定中、传唤安置中儿童或少年时、安置儿童或少年之主管机关应指派设工人援护送儿童或少年到场 第四条、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项之申请、游行为地主管机关为之 第二章、名词定义 第五条、本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第十一条第一项所称社工人员、第十五条第一项所称专业人员、细致下列人员 一、主管机关编制内或聘雇之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人员 二、受主管机关委托之儿童福利机构、少年福利机构之社会工作人员 三、其他受主管机关委托之事当人员 第六条、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项所称专专业人员、包括下列人员 一、社会工作人员 二、心理辅导人员 三、医师 四、护理人员 五、其他有关专业人员 前项人员、得以特约方式设置 第七条、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二款所称其他市当场所、细致行为地主管机关委托之儿童福利机构、少年福利机构或寄养家庭 第八条、本条例第三十一条所称台湾地区、细致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政府统治权所及之其他地区 第三章、文书 第九条、主管机关或本条例第六条所定制单位依本条例第九条受理报告、应填据三连单 第一连送当地检查机关、第二连召会其他得受理报告之单位、第三连由受理报告单位自存 前项三连单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法务部定之 第十条、法官、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联合机查小组或本条例第六条之任务编组为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移送时 应检据现存之证据或其他可供参考之资料、并以移送书载名下列事项 一、被移送人之姓名、姓别、出生年月日、国民身份正统一编号、职业、住所或居所及其他族资辩别之特征 二、具体四十 第十一条、依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报告时、应以书面为之 前项报告书之格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协商司法院定之 第十二条、受理本条例第九条第一项报告之机关或单位 对报告人及告发人之身份资料应另行封存、不得附入移送法院审理之文书内 第四章、期日及期间 第十三条、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所称二十四小时 自依同条项规定通知主管机关时起算 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所称七十二小时期间之中止 与法定上班时间者、以次日上午代之 其次日为休息日时、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上午代之 第十四条、下列时间不计入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一项所定期间之计算 一、在图护送时间 二、交通障碍时间 三、其他不可抗例之室友所生不得以支持之时间 第十五条、主管机关于接获法院一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之裁定前、应继续安置儿童或少年 前项继续安置期间、应分别并计入短期收容中心之观察府到期间、中途学校之特殊教育期间 第十六条、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六项之延长特殊教育期间之裁定 不以一次为限、其每次延长之期间不得余二年 但以延长至满二十岁为止 第五章、机构 第十七条、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之下是、县、市、主管机关应制之紧急收容中心及短期收容中心 得是实际情形合并设置、并得采行公社民营或委托民兼之方式办理 第十八条、儿童或少年被安置后、短期收容中心应行健康及性病检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应于生请裁定时、建议法院为事当之处置 一、罹患艾滋病或性病者 二、罹患精神疾病之严重病人 三、怀孕者 四、罹患法定传染病者 五、滞胀者 前项检查报告、短期收容中心应依法院裁定、通知各该主管机关 第六章、保护程序 第十九条、儿童或少年有下列行为之一、而有从事性交易之余者、应依本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处理 一、坐台陪酒 二、伴游、伴唱或伴舞 三、其他涉及色情知识应工作 第二十条、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之指认及训问前、主管机关指派之专业人原得要求与儿童或少年单独误谈 儿童或少年进行指认加害者时、警察机关应使之隔离或采间接方式 第二十一条、法官、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联合机察小组或本条例第六条之任务编组一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通知主管机关指派专业人员到场、应给与世当之在途时间 主管机关指派之专业人员于世未能到场、前向通知单位应记名私时、并得在不妨爱该儿童或少年身心情况下、竟为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指认及训问 第二十二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安置儿童或少年后应向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尊亲属续名安置之依据,并告知其应配合事项 但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尊亲属无法通知者、不在此线 第二十三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安置儿童或少年期间、发现另有犯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九条之罪者、应通知检查机关或本条例第六条所定之单位 第二十四条、依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安置儿童或少年时、应建立个案资料、必要时、得请该儿童或少年住所递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配合提供资料 第二十五条、依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安置儿童或少年时、应建立个案资料、并通知该儿童或少年住所递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评估其家庭之事任程序 前向家庭市任评估、应于二周内完成、并以书面送达行为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第二十六条、依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申请法院裁定、不得随案移送儿童或少年 但法院请求随案移送时、不在此县 第二十七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安置少年期间、少年年满18岁者、仍应依本条例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儿童或少年经法院依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项裁定不予安置、或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裁定交由父母监护者、如应受交付之人经催告仍不领回儿童或少年、主管机关应赞与事当之安置 第二十九条、主管机关对法院依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项裁定不予安置之儿童或少年、应是法院交付对象、通知其住所或所在地之儿童福利或少年福利主管机关 第三十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对交由父母监护或为其他时当处于知儿童或少年序与福岛及协助时、得以书面指定时间、地点、通知其到场 前项福岛及协助、主管机关应指派专业人员为之 第三十一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第六项任有或无继续特殊教育之必要、应与中途学校检据是正以书面通知后使得为之 主管机关接获前项通知、应邀及专家学者评估、中途学校应与配合、并给予必要协助 第三十二条、经前条评估确认儿童或少年无继续特殊教育之必要者、于申请法院裁定前、或接受特殊教育期满、认为无继续特殊教育之必要者、主管机关应协助该儿童或少年及其家庭誉为必要之返家准备 儿童或少年返家后、主管机关应续与辅导及协助、其期间至少一年或至其年满二十岁止 前项辅导与协助、教育、劳工、卫生、警察等单位,应全力配合 第三十三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或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对十五岁以上或国民中学毕业而从事性交易或有从事之余者、任有提供职业训练或就业服务必要时、应移请当地公共职业训练机构或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依其意愿师与职业训练或推介就业 主管机关对移由公共职业训练机构或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协助者、应定期或不定期派设工人员访式、以协助其适应社会生活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之特殊教育起满或法院依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裁定免除特殊教育后、儿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经催告仍不领回该儿童或少年 主管机关应委托儿童福利机构、少年福利机构或其他时当场所蓄于安置 第三十五条、反家后之儿童或少年、与社会、家庭、学校发生失调情况者、住所递之直辖室、县、室、主管机关任有保护之必要时、依儿童福利法或少年福利法之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或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对儿童或少年叙语辅导及协助期间、儿童或少年因就学、接受职业训练或就业等因素、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离开家庭居住、主管机关任有叙语辅导及协助之必要者、得以请其所在地之之辖室、县、室、主管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儿童或少年逃离安置职场所或中途学校、或返家后脱离家庭者、主管机关应立即以书面通知逃脱当地警察机关协询 逃离期间不计入紧急收容、短期收容及特殊教育期间 协询与其原因消灭或少年年满二十岁时、主管机关应即以书面通知前向警察机关撤销协询 第七章、自行救助者之保护 第三十八条、直辖室、县、市、政府或本条例第六条所定之单位依本条例第二十一条受理十八岁以上之人之请求 应通知行为递之直辖室、县、市、主管机关 行为递之直辖室、县、市、主管机关接获前向通知后 应训及处理、处理遭遇困难时 得请求检察或警察机关予以必要之协助 第三十九条、对于十八岁以上之人之安置保护 应是其性向及志愿、就其生活、医疗、就学、就业、接受职业训练或法律诉讼时 给予适当辅导及协助 第八章、处分程序 第四十条、依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公告犯罪行为人姓名、照片及判决要职者 由犯罪行为人住所或居所递之之辖室、县、市、主管机关于接获法院之确定判决后为之 犯罪行为人无住所或居所者、由犯罪递之之辖室、县、市、主管机关为之 第四十一条、本条例第三十四条之主管机关于取得照片遭遇困难时 得请求员移送警察机关或执行监所配合提供 第四十二条、主管机关一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三十六条规定处罚还、应填发处分书、受处分者应于收受处分书后三十日内缴纳罚还 前项处分书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章、负责 第四十三条、行为递之之辖室、县、市、主管机关接获警察机关、检查机关及法院对加害者为移送、不起诉、起诉或判决之书面通知、应拿入个案资料档案、并依个案安置状况、通知各该主管机关 第四十四条、本系则自发布日施行